- 原标题,台独内控各办反吞并游行丁手中是民众觉醒,别被民进党当肉票。 - 环球网综合报道,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到联盟,20日在台北举行所谓的反吞并游行,民进党本要求党内攻击人员及候选人不得参加,但却于今日下午,宰告熊也举办了类似活动,对于南北如此大场,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手中痛批,民进党拥抱极度,敢把岛内民众当肉票。 - 他呼吁选民不要再被任何政党当作肉票,也不要再被任何人当作筹码。 - 兵手中综合台媒消息,喜乐岛联盟20日下午13时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进行所谓的反并吞游行,而民进党此前向内部党员下纪令,不准党内攻击人员出席喜乐岛联盟的游行,而是自己在当日下午在高雄举办反并吞,护台湾的游行。 - 对此,喜乐岛联盟十分不满,18日按批民进党活动式山寨板,还正式将活动地点直接改在了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面。 - 对于两派互家,台南昆山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国豪十九日在收访时表示,从法律派系角度看,独派集结不放势力,为2020年的大选,已经向蔡英文当局开展。 -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,20日则在脸书发言批民进党,大家不闹事,这种恶制作法应该受得严厉谴责。 - 丁守中说,喜乐岛联盟,在台北举行反并吞活动,民进党禁止党内攻击人员参与,却在高雄举办另一场反并吞游行,根本是独派听场。 - 强度极独论述,墨绿光谱话语权,对于所谓的反吞并字眼,丁守中反问道,如果不去告态度挑衅,怎么会有吞并的问题? -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拼经济,拼发展,但现在陆营拼命拼态度挑衅,对经济发展,也不好。 - 对此,丁守中无奈着,民进党全面执政,却要往深律,嫉妒抗拢,证明民进党执政全面溃败,只能一直走钢索,拥抱嫉妒,放弃中间选民,走态度挑衅的老路,让原本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更趋紧张,这根本是把台湾民众当作肉票。 - 他呼吁选民不要再被任何政党当作肉票,也不要再被任何人当作筹码。 - 此前,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杰,也在脸书上发文批,民进党上台两年多来,也没看他们,勇于表达独立立场。 - 现在九合一选指一道,就开始拿台湾知名消费,借地点选在高雄内陈琴卖造势,意图明显。 - 他是移民进党的完全执政,却还是只能消费台湾,台湾真的需要这样的执政党吗? - 一个只把台湾挂在嘴上消费的政党,同一套路做久,那只会让人看破手脚。 - 明不正言不顺的游行更是令人体笑皆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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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